如果您周日早晨早出来不了一个小时呢 您可以周三的晚上通出一个小时 来参加我们的训练课程 今天我也是感谢主 感谢目者先生 然后今天让我来做一个关于罗马书的分享 罗马书是每周三的晚上 由我们的洋传道和夜传道 一起精心准备一个课程 课程的讲员是GoodTV的黄子佳牧师 也是被很多教会所认定的一位 在圣经上很有研究的一位牧者 其实罗马书是很坚深的课程 我真的听过来讲真的是很坚深的课程 我个人带了前十五课 我基本上带了小一班 实际上讲到第十五课的时候 我基本不太确定前十五课讲的是什么 然后基本上你要持续的学习和坚持的过程中 到二十多课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啊 原来前面那十五课讲的是这个意思 接着到最终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十分的有得着 那总体来讲 罗马书是将我们整个的一个信仰 尤其是《新约》当中 我们强调我们这个信而受洗 别人得救 包括最后我们这个过程 包括最后的这个结果 进行了一个特别的浓缩 就是从我们称义 成圣到德荣耀这三个阶段 那么在座的如果您已经受洗信主的话 您已经经过了称义的这个过程 就像是今天早晨 刘同牧师讲的说 不管你是否真的和神建立了这个关系 但是这个称义的过程你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了成圣的道路上 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德荣耀 那么成圣的过程中 就涵盖了很多的方面 在罗马书的教导中我们有学习到 好比说你的信心 你的这个盼望 你的爱 然后对于我自己最有感动的是 关于律法的这一部分 然后那杨传大教导 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做一个总结 说那你学到了罗马书之后 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呢 那我自己做的总结就是 就是我觉得